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感识术 不过师父是赌如命 赌影上来时谁都劝不了他 哪怕是临近出发前 他也会想尽办法去赌一把 死者家属担心尸体会发生事变现象 因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然而镇元自己也不清楚师父去了哪里 所以对此爱莫能助 好在阿飞及时提供情报 镇元这才找到师父 师父这次手气极好 没会儿功夫就赢下了大量钱财 惹得赌场老板非常不爽 为了出气 老板派出打手对师父二人动手 可谁知师父异常强悍 光靠指挥就把这些打手走得七昏八速 老板无奈只能放二人离去 阿飞喜欢镇元 因此希望镇元能带他走 然而镇元却无法同意 因为女性属婴 尸体也属婴 碰到一起会引来麻烦 准备好一切后 师父二人终于开始赶尸 这些尸体中有一具光头尸 镇元发现光头尸的反应比较慢 总比其他尸体慢一拍 不过有师父作证 镇元不用将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行走了一段距离后 师父二人决定在某小桥附近补充体力 镇元在吃饭时 无意听到僵尸群中传来咽口水的声音 可当他仔细检查时 却有什么都没发现 难道是幻听 这些年来 师父二人一直沿着固定的路线赶尸 不过这次有些不同 因为某条必经之路被军方设下了关卡 经过打听才知道 设下关卡是为了抓捕某逃犯 虽然镇元一再声称自己不认识什么逃犯 但这群士兵的长官还是硬要去检查死尸 长官对僵尸不太了解 差点引发事故 幸好师父及时出手 了解到僵尸代表厄运后 长官再也不敢逗留 第一时间逃离了这里 师徒俩因此得以过关 由于感尸需要尽量避免遇到活人 所以师徒俩一般只能选择在晚上赶路 此时天色已经蒙蒙亮 师徒二人得找个地方休息了 和之前一样 师父一停下来就毒瘾发作 另一边 镇元在安排尸体归位时 差点被不受控制的光头师吓傻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结果又遭到了不明人士的骚扰 镇元以为外面是失控的僵尸 结果没想到来人竟是阿飞 阿飞因为不愿听从父母安排 嫁给镇长的白痴儿子 所以特意追上了镇元 希望与镇元同行 镇元本想拒绝 可阿飞已经下定决心 无奈镇元只能选择收留他 不过这件事能不能成 主要还是得看师父 在电小二的帮助下 镇元确定了师父目前的位置 这次师父的手气依旧很好 在排桌上大杀四方 成功引起了赌方老板刀疤的注意 为了止损 刀疤决定亲自会会师父 可他没想到师父的实力远超想象 他的出手只能增损 无奈只能用赌场上的老办法 那就是动武 然而师父动起武来更加可怕 愣是凭借拳脚战胜了持刀的打手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受了点小伤 但问题不大 此时镇元赶到 在师父的指挥下 镇元再次担当了主力输出 两人的打斗引来了之前的长官 长官是刀疤的朋友 他知道师徒俩不一般 因此主动平息了这场争斗 还归还了师父之前赢下的钱财 由于有伤在身 尸体又会发臭 所以接下来的感世之旅 镇元得一个人走 这是镇元第一次独自感世 所以心里非常没底 不过有阿飞陪伴 旅途也不会无聊 其实镇元的功夫早已到家 而且他也不可能永远靠师父 未来的路还得他亲自去走 在师父的指导 以及阿飞的帮助下 镇元成功交付了一部分尸体 阿飞在感世过程中 也逐渐发现了光头师 与其他尸体的不同之处 他不仅行动不合群 而且还会撒尿 阿飞将此事告知镇元后 镇元竟完全不信 还说阿飞是因为不好意思小便 才诬陷光头师 其实光头师的真实身份 是当地军官的副官 军官与强盗老舟勾结 被他无意发现 光头师本打算告发两人 结果军官先一步栽赃 将光头师打入大牢 还判了无期徒刑 光头师不愿就这样过一辈子 因此选择了越狱 为了躲避军官的追杀 他不得不假扮死之 顺便借此寻找证据 为自己洗刷冤情 因为伪装僵师难度比较高 所以光头师之前 才会三番五次出现状况 就连吃饭都得偷偷摸摸的 不过现在他可以大饱口福了 可谁知光头师偷鸡了这一幕 被贪主养的旺财看到 光头师差点因此暴露身份 有一阵源在这 光头师所有的锅都得由他来背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僵尸听命于施术者 另一边 老周在得知光头师约遇后 一直惶惶不可终日 总感觉光头师会突然出现 将他暗杀 在与手下刀疤以及长官闲聊时 老周偶然得知 如果光头师用装神弄鬼之术 真的有可能躲过搜捕 听到这话 长官突然想到 如果光头师一路假扮死尸 那他现在恐怕即将到达 几人的大本营 为了保险起见 长官立刻赶到客栈 检查阵员所带的尸体 幸好光头师不在 长官这才打消顾虑 其实光头师并未走远 他悄悄来到了刀疤的房间 刀疤虽然及时发现不对 但还是因为被偷袭死在了光头师的手上 刀疤一死 老周立刻有了警觉 因为光头师练过多年的阴照功 行凶特征非常明显 次日 镇员在赶尸时被光头师干扰 导致剩下的僵尸暴走 由于指伏被河水冲走 镇员无法凭借茅山赶尸术 寻回这些僵尸 为了能够交差 镇员不得不假扮死尸 以此骗过死者的家属 可谁知家属太过思念死者 让镇员的几次逃跑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镇员差点被活埋 为了自救 镇员不得不假装诈尸吓人 这才顺利逃出小镇 现在只剩下光头师的拆眉胶 由于形象特殊 镇员不得不将自己的头发剔光 以此混过家属的检查 另一边 光头师在冲凉时被长官一伙发现 凭借着出色的功夫 光头师成功劫持了长官 以此逼问出了老周的下落 老周功夫不错 并且人多是重 鲁莽的光头师很快就被一众打手制住 老周认为越狱没有那么简单 牢房里一定有光头师的帮手 为了问出这个帮手 老周决定将光头师押回大牢 可谁知他们在半路上偶遇了镇员 由于之前找到光头师时 一旁有死士的衣服 所以他们很快就猜到 镇员一路上都在掩护光头师 找这样看 镇员肯定是光头师的同伴 就这样镇员莫名其妙的 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 幸好阿飞身上有师父给的 毛山僵尸拳全谱 在他的朗读下 镇员很快就扭转局势 虽然老周一伙一直在阻止阿飞朗读 但最后还让镇员取得了胜利 哪怕是老周也无法破解这套拳 更绝望的是镇员还不怕威胁 如果他们选择干掉光头师 镇员就可以利用赶石术 把光头师变成自己的武器 老周见大势已去 只能带着一众手下逃离这里 光头师本想乘胜追击 结果镇员却将他拦了下来 因为镇员此刻直想的交差 光头师是生是死根本无所谓 光头师无奈只能答应 帮助镇员找回其余的尸体 然而几人在寻找过程中 竟意外落入了老周的陷阱 原来老周叫来了军官 军官手上有枪 三人无法与之抗衡 只能束手就擒 随后军官在得知阿飞是女扮男装后 突然色性大气 准备对阿飞不轨 可谁知他的无耻行为 竟误打误撞的找到了躲藏起来的僵尸 镇员见状立刻和阿飞一起操纵僵尸 作为武器反击 僵尸不怕子弹 军官的优势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为了防止自己忘掉全部招式 镇员这次干脆把拳谱贴到了自己的身上 看到哪招就用哪招 把这些打手和小兵打得落荒而逃 现在只剩下老周和长官还在坚持战斗 老周虽然不是镇员的对手 但他十分清楚 只要让镇员看不到拳谱 自己就还有机会扭转局势 镇员记性很差 不看全部的话 他的战斗力便会直线下降 老周得势不饶人 愣是将镇员扒得精光 幸好另一边的光头师武功比较高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长官根本不是对手 被他打得狼狈不堪 没过多久长官就倒地不起 光头师的助阵 使得老周瞬间落入下风 最后在镇员和光头师的通力配合下 老周终于失去了战斗能力 现在光头师要压着军官回去受审 为自己洗刷冤情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 打札答 Toutora 那样你而且会继续表现 子晒送清 只是